最后关注贵金属方面,黄金在经历了上周的调整之后,昨天是受到美联储主席耶伦的鸽派言论的提振 那昨天耶伦在讲话中称了今年美国的通胀或人低于之前美联储的预期 那么美联储将谨慎的升息是一个适当的做法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甚至会有一个实施刺激的一个巨大的空间 此番讲话其实鸽派色彩非常的明显 那美元指数也是受此提振大幅的回落 黄金则是录得了一个高达1.72%的涨幅 昨天重新回到短期均线系统的上方 那么从美联储近期的讲话风格来看呢 我们认为他们是有较强的意愿来保持美元指数在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区间之内 那么金价也将大概率在区间内进行一个窄幅的波动 那当前美黄金是报在1242.1美元每盎司